大家好 欢迎收看订阅 等待 我是大水 今天大水来的这个地方是李家村 老鲜都知道 李家村这个地方特别厉害 有很多大神级的餐饮店 今天大水来这儿让我吃一家蒜肉 其实我挺想知道 这鲜的蒜肉跟北京蒜肉差距有多大呢 走 大水带大家去 尝尝这家店 来 走 在鲜吃蒜羊肉说实话不足啊 羊尾油比这来 对 我的最爱 先切苏尼克尼 先切羊 先切牛 芝麻烧饼啊 哎呀 对啊 我要去北京吃这个芝麻烧饼 红糖饼 哎呀 这玩意烫呢 哎呀 香香香 这蒜肉这个才是精华 精髓 额爆热气 刚破出来 意义做来的 太棒 看 吃蒜肉 每个店的精华就是这个东西 每个店都不一样 每个蒜肉馆子要是让你自己炒 别吃了 这好 哎呀 这好啊 这好这个 这直接就是蒜啊 羊尾油 你看 太棒 润个锅 这是润锅的东西 这还耐熟 你知道吧 这还耐熟 你看 完了 一会儿就完了 先把这 这是羊肉吃吧 我先吃完就一块下去 首先先牛 那还可以可以可以 别是鲜 我把这垒满 这盘 来 咱直接就切 这鲜肉嘛 对吧 鲜肉来了就直接就下 先不吃羊尾油 先吃羊肉 哎呀 可怜了 省失了 我满了 嗯 嗯 这麻酱太好了 对 它这麻酱真好吃 麻酱好 这密制麻酱确实 我说实话 这北京那盏麻酱还好 不咸 太满了 香 嗯 吃红锅 配个绿瓶 少来点 哦 少来点 吃肉汁也挺鲜 嗯 蒜羊肉啊 我觉得啊 对你鲜切才能吃出这个肉 羊血羊牛肉 嗯 鲜羊尾油 嗯 鲜羊尾油就一个真的 蒜羊肉简直就是这冬天里边 最最最好的美食 来个饼子 开口呢还是 这设计的还蛮好 这叫芝麻火烧 芝麻在北京哈 摘一摊这个 嗯 嗯 万丈万丈的 我妈呀 哎呀 刚出锅的 太出了 嗯 太棒了 我最爱的东西 就是这个 脆骨 你看这骨头 这个蒜肉简直 来来 直接一盘就下去了 我去 太过瘾了 我的最爱 吃到肥的咯吱咯吱的脆骨 嗯 嗯 这脆骨太美了 看起来 脆骨 嗯 我说实话 鲜的蒜羊肉 我觉得比北京还好 咱这儿养好 这个料味也好 年鲜适中 辣椒油串香串香的 肉质很新鲜 今天这顿蒜肉简直 让我点意外 我觉得这个蒜肉制作 它是男人的骨骨 一般情况下 男的都不爱吃这个骨骨骨 最爱吃这个蒜肉 或者是朝鲜羊肉 都这些特别 鸿肉 骨 诶 这是啥 鞋味 铲蛋小铲 我脸要大 哥脸辣 这料太猛了这个 吃完了羊鲜油 饭长肉这个东西就是 天悦了 吃的越过眼 蒜油只要肉一新鲜 这个料完就要一弄好 都没问题 这个好 这个好 在北京吃过那糖油烧饼 咱咱鞋你看 这还不一样 这个绝对好吃 这是我今天算是最期待的一道 哇 这红糖太浓稠了 它是丝面表味 特别有饺子 你看厚厚的一层 嗯 不敢吓了 吃不动啊 吃 撑了 这个在西岸把这蒜肉吃 北京的那简直是麻雀 秒杀北京南门蒜肉 从料上 从料饭上 秒的连边都没有 所以这家生意好 那应该做的满满的 这家里还有北冰羊 但我真觉着北冰羊就没地方 反正就是一个蒜肉 核心的几点 他都做的满满 我推荐 推荐大家来吃 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